回家买东西去了 这波龙女士身上背了2000块钱 回家直接蓝盾 看豹子也回家了 豹女回家是肯定买帽子 她又买了一个增幅法典 应该是要做法穿 豹女的话到现在都没有出法穿鞋 可以看到老干爹这盘的ADC 是一个很有想法的 它是杀人刀 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个稳定的输出 然后再出一个小吸血 保证自己的续航 然后现在买了一个875 应该是要做破甲弓 保证自己的输出最大化一下 然后后面再去改其他的装备 而并没有选择目前比较主流的 直接三项加破甲弓的一个成型块的装备 连CD鞋都出了 看来是准备打这种 长期的一个消耗战 配合豹女的阵容 信心满满的 去打一波Poker 中路 四个人又抱团了 龙女是想去拿纲红把 这会的话双方谁都不想打得太冒失 谁都没有敢轻易冲上去了 对只不过这会儿老干爹整体来讲的话 很愿意去和YG打一个塔下消耗 因为我有暴女 我有暴女我就 只要暴女最好是有蓝buff的期间 我就是跟你去打正面 把你逼到这个中路来守塔 而这个时间龙女可以去分路待见 因为龙女有W这个加速 所以说她即使在上路 一旦中路开打 她可以借着一个W很快的来到战场 对而且还有一个大招切入 是相比之下的话 然后又能扛 瑞文也好皇子也好 你任何一个人去防龙女杀又杀不死 很累啊 你去支援会比龙女慢一些 对啊 这是目前老干爹阵容上面的 他上来 哎呀这个大招 又是暴女这边的闪现比较果断 闪现交得特别快 其实长远的来说的话 一个大招换一个闪现其实还是赚到的 不过你在这个安妮也没有大招的这个真空期 老干爹就可以打得嚣张一点 骗到了 对我不怕你这边的这个 没有大招的安妮行动虚设 你就是个空 骗到了 现在瑞文只有拿了破甲攻才有机会 好 开门了 发条这个大招放得非常不错 直接秒掉暴女 这下没有暴女之后 老干爹是没有什么这个机会的 文和EZ对答 刷一刷了 肯定是EZ比较吃亏 因为文恩的话在EZ面前躲Q还是比较好躲的 直接交了个 但是龙女这边 是被灭了 好像是被烫死的吧 他直接一个E 直接残血的文恩收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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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